带你走进山间溪流 今天又出来也采捞鱼了 下午和朋友来到之前挖台险的那条溪流 发现很多地方都已经干涸 我们沿着干涸的河床往上游走 发现了一个死水潭 这是之前最深的地方 所以在干旱的季节还能保持没有干透 我们准备下几个地龙看看里面有没有鱼 运气好的话看能不能遇到便宜原生鱼 每个地龙两个尔料球 把它们置于两端 这个水潭看起来并不清澈 很有可能里边困住了很多鱼 因为这里没什么污染 通常水体都是异常清澈的 可能是由于水体不流动的缘故 枯枝烂叶腐败 加上鱼类的搅动导致无法沉淀 地龙下好之后 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有鱼进去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往上游走走 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又发现了一个水潭 也是已经断流的死水潭 但是这个水潭的水很清澈 水面上生了很多藻类 看到里边有很多鱼 深潭再往上游 就出现了很多小水坑 还有流淌的溪流 在一个小水坑里 看到了非常多的原生青江鱼 还有很多黑壳虾 伙伴想捞几条青江仰 我们打算利用青江鱼的群有喜性 布设一个迷魂针 这是一个长条形的水坑 青江鱼始终保持着阵型 只要把青江鱼群驱赶到一个角落 用超网截住去路 然后从另一侧驱赶 青江鱼就能自己钻到网里 理论上是可行的 我们开始试试这个方法 现在青江鱼群都集中在了 藻类后面的那个角落 它们开始移动了 我用超网截住去路 架设好之后超网就要保持静止了 由另一个人进行驱赶 当另一个人走来走去进行驱赶 鱼群就一股脑地扎进网兜里了 稍有迟疑 跑出去一些 不过这些也够用了 除了青江 这水坑里还有很多黑壳虾 尤其是这样的水草底下 从底部来以往 水坑不大 黑壳虾是真不少 这一往下去就是几十只 有时候会捞到那种身体特别白的黑壳虾 这些可不是便宜 据说是一种白肉饼 了解黑壳虾这种白肉现象的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为大家科普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又捞到一只白肉 但是好像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颜色 普通的都是青灰色半透明 中间那只黄橙色的显得颜色格外与众不同 右上角是白肉 发现了一只小螃蟹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躺在这里 似乎状态不太好 它的动作僵硬 难道是要退皮 又或是即将死亡了呢 翻开一块石板 看到底下有条大麦碎鱼 还有条青江鱼 青江鱼从背面看 两个眼睛的银色反光非常亮 石块的底部爬着一大堆黑壳虾 用网都试图把它们罩住 这一网上来不少黑壳虾 现在黑壳虾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再捞了 这里有个大石块 底部有个洞 伸手进去摸一下 是一条大麦碎鱼 这种鱼鳍发黑的都是最普通的公麦碎鱼 石块的底部还摸到一只螃蟹 翻开石块 它跑了出来 这是我当地的原生螃蟹 具体不知道是华西蟹还是龙西蟹 这是一只成年的贡蟹 我们不打算带回去养 所以就原地放生了 只给它拍个视频 它不久就钻到了石块底下 看我又发现了什么 一只黑板蛙 被抓到它没有逃走 只是把肚子鼓得很大 想要试图告诉我它很强大 想把我吓退 它没有耐心了 它要走了 越往上游水体越连贯 这里没有干涸 依然保持着流淌 但不知为何下游的一些地方却干得一滴水都不剩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往下游折返 去把地龙收起来 有没有在想 拉地龙的时候是空军 还是暴户 出水的一刻终于能放心了 基本上90%都是麦穗鱼 既然如此 带回去挑选变异 其余的全部找地方放生 继续收网 把所有的地龙全都拉上来 每个笼子或多或少都有鱼 火速赶回去挑选变异 挑鱼开始 仔细观察每一条鱼的体型 鱼鳍 鳞片 体色有无异常个体 挑选变异是个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 有的变异 比如燕尾这类鱼鳍变异 仅仅是鱼鳍比同类要长许多 其体色与同类无异 所以 有些鱼鳍变异的个体在鱼群中很难被发现 只有一条一条的仔细查看 挑完了所有的鱼 一条变异都没发现 收集变异麦穗鱼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 虽然变异普遍存在 但是数量却是极其稀少的 我的变异麦穗鱼并非都是自己野才获得 绝大多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玩家 卖碎鱼毫无用处 挑完没发现变异 这些鱼只能放生 它们之前的水坑即将干涸 所以原地放生是行不通了 放到它们原本那条溪流的下游河道里吧 这里的水比较稳定 永远不会干涸 放生开始 先放一些试试水温 看样子没什么问题 加快速度放鱼 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我是收集和繁育变异麦穗鱼 变异旁皮鱼的阿乔原生 分享养育经验 记录养育日常 更多视频 敬请关注